国乒爆猛热,010后奥运冠军怒吼球迷,背后原因曝光,刘国良无奈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石说球 目前国乒正在参加WTT的新疆冠军赛 这场比赛还是引起了很多球迷们关注的 有很多球迷到现场给国乒的球员加油助威 国乒能收到大量的粉丝的支持也是让所有人感到很欣慰 但就在最近的比赛中 由于球迷们太过热情,也给球员打比赛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在孙颖莎最近的一场比赛中 他对阵的是我国香港的球员杜凯钦 之前他们两个人就对战过六次 虽然他的表现还是让人感到非常满意的 这六次对决全部获胜 因此这一场的比赛也是毫无悬念 可是就在比赛中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那就是孙颖莎有几次侧着头对着观众鞋 他竟然出现了怒吼观众的现象 也让球迷们感到非常的不满 出现这一情况,解说员也是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由于观众在场边观看比赛太过热情了 一度打乱了孙颖莎比赛的节奏 特别是有球迷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 对孙颖莎的比赛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解说员也是一直在让球迷们文明观赛 降低音量关闭手机的闪光灯减少对球员的影响 可是有的球迷却为所欲为无动于衷 其实球迷们的热情还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也是展示出了对球员的热爱 但是影响到球员的比赛节奏反而是帮了道忙 也让孙颖莎在比赛中受到了影响 梵振东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在比赛中总是到关键球的时候 球迷们就给梵振东加油呐喊助威 每当到赛点的时候 球迷们的呐喊助威声也不得不让他们暂停发球 重新调整比赛的节奏 球迷们支持球员观看比赛机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比赛是严肃的 每一个轻微的细节都会影响运动员的整体节奏 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此还是希望球迷们能够文明观看比赛 在不影响球员的节奏和表现状态的情况下 再给球员们加油助威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